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早年她就展现了对艺术的浓厚兴趣 年幼的她就像许多喜欢绘画的孩子一样 她会在任何可以画的东西上作画 例如地板门上家里的椅子 十岁的她也接受了正式的美术训练 历经了七年严格的训练毕业 受到前辈的勋讨 她开始对墨西哥的民间艺术产生浓厚兴趣 并且透过游历欧洲爱上了毕卡索的立体派 以及印象派高耕大西地风情的独特风格 回到墨西哥后 李维拉开始在艺术上发展自己的特色 她的作品融合了墨西哥的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特点 二十世纪的墨西哥应受到西班牙殖民的影响 尽管拥有非常丰富的文明和文化传统 当时的墨西哥存在着极端的贫富差距 资本家白人不断压迫墨西哥的人民 为了唤醒同胞们对自己国族的认同感 李维拉的壁画作品就常常描绘墨西哥历史 文化和社会议题尤其关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生活 为了帮助文盲的大众认识本土历史 它就是利用不需要文字说明的壁画 为大众介绍墨西哥的故事与历史 有了历史的知识 民众们终于找回了自己的根 也对墨西哥这片土地有了深厚的认识 因此李维拉的艺术除了被认为是 墨西哥壁画运动的代表 同时也是李维拉作为社会运动领袖的成就之一 然而李维拉最著名的不仅仅是她的艺术风格 还有她与多位女子的情爱纠合 在她一生中有四任妻子 无数的肉体关系对象 其中与弗列达卡罗的关系是最广为人知的故事 甚至在他们俩过世后 弗列达的名气传播得比李维拉更严 两位冤家于1929年结婚 这段婚姻成为了当时艺术界和社会的焦点 因为此时的李维拉已经43岁弗列达才22岁 而且在弗列达之前已经有两段婚姻 当时因为李维拉的身材又胖又高 而弗列达大概只有李维拉身材的三分之一不高 所以这婚姻也被戏称为大象与鸽子的婚姻 同时弗列达貌美如花相比李维拉可说是其貌不扬 这段关系也被称为美女与野兽的婚姻 李维拉是个很有幽默感的人 她常常跟自己的朋友 唬烂一堆自己的人生故事 内容又瞎又好笑 她唬烂自己其实一出生就被丢到粪坑 祖母为了拯救她杀了好多妖怪鸽子 也曾唬烂自己经历过一场冒险 英勇的她拯救了她的轮船 也唬烂过自己是识人部落的成员 所以在与弗列达的婚姻中也很多人哭笑说娇弱的 弗列达要被李维拉吃掉了 或许很多人会觉得 李维拉如此其貌不扬 体重高达130公斤 能够与美若天仙的弗列达成婚 一定幸福美满 在婚姻上感到满足 然而事实并不忍 在婚后李维拉依然不改自己风流的本性 与自己多位绘画助理还有模特有着肉体关系 许多人也很难理解 相貌不佳体重超标 而且不爱洗澡的李维拉 为何一直有女人愿意对她投怀送抱 同时妻子弗列达也对她如此死忠 但无论如何李维拉与弗列达彼此相爱 同时也有着激烈的争吵和背叛 弗列达婚后一直都知道自己的丈夫有外人 可是为了维护这段关系 弗列达一直忍受丈夫背叛的痛苦 假装没看到不断催眠 自己是所有女人中最特别的 直到某一天弗列达发现 自己深爱的丈夫居然和自己的亲妹妹悠然 使得弗列达精神崩溃 为了报复李维拉的不忠 弗列达也开始 在婚姻以外的世界与许多人建立关系 对象包含各种男女老少私生活也是十分丰富 原本两人的关系已经无法持续下去 1939年办理了离婚 但李维拉发现 患有许多疾病的弗列达状况越来越差 她认为自己有照顾弗列达的责任 于是没多久两人又复婚 这次婚姻又足足经历了15年 一直维持到弗列达的人生结束 而这段时间弗列达经历了非常多次危险的脊椎手术 弗列达只能靠药物和酒精麻痹疼痛 而李维拉支付了弗列达所有的医药费用 并随时办在弗列达身边 尽管弗列达因为药物的影响 经常对照顾自己的李维拉恶言相向 但李维拉仍然陪伴弗列达人生的最后尽头 李维拉在弗列达过世后又与另一位女子结婚 但不到三年 李维拉也因为心脏病于1957年去世 她的遗产不仅仅是她的艺术成就 还有在社会运动时教导文盲 认识自己家园的伟大一举让她成为了永恒 她的作品和生命故事依然激励后世的艺术家和观众 许多人可能会因为李维拉的风流和不忠 而认为李维拉是一位很糟糕的男性 但随着李维拉与弗列达之间的爱情纠葛发展 我们也可以看到李维拉对待感情的另一面 或许在肉体上李维拉可以跟任何女性发生关系 但是在心灵上以及创作上的连结 她依然与弗列达是最深厚也是最热烈的 这种对待感情的复杂性使得 迪亚哥李维拉的形象更加丰富多彩 李维拉的爱情故事虽然充满了风波和挑战 但在彼此的灵魂深处 李维拉和弗列达找到了真正的共鸣和支持 在创作上两人也彼此影响 相互激发出更多的创意和灵感 李维拉的壁画作品中常常可以 看到对弗列达的形象和主题的出现 这些作品见证了他们之间独特而深刻的连结 尽管她的风流和肉体上的不忠 可能显现她的不完美 但在与弗列达之间的爱情中 我们看到了她对感情的另一种理解和尊重 她与弗列达之间的爱情展现了 她对于真爱的追求和珍惜 她花了15年伴在弗列达身边 过着长照生活无怨无悔 即使受到弗列达因疼痛而产生的恶言相向 依然守候在旁 这样的举动实在很难完全认定 李维拉是个对爱情不忠的男人 或许爱人的方式有百百种 而李维拉所表达的爱则是其中最特别的一种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点击按赞并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